好接下来我们讨论2022年的 光丹中华高速的 同考预示 这个是PAPER2的部分 ok 以至sin alpha是等于-13分之5 cos beta是等于-17分之8 然后呢他们是同一向线 如果sin跟cos都是负值的话呢 又是同 那他就是第三向线了对不对 sin值是负cos值也是负 所以是第三向线 然后呢我们alpha呢就是这个对边是负5 斜边是13那0边就会是负12 cos beta是0边是负8 斜边是17对边就是负15 那这个都是特别直角三角形 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 我再稍微的重复一下 我有初衷教同学们背的 这个是特别的那个必识定理 345 A 52 23 还有724 25 80 57 OK 所以这四套了 我们这四套已经是很够用了 过后呢他要找 cort tangent alpha-beta 我们先没我们没有这个公司 是for tangent 但是我们有公司for tangent alpha-beta 所以我们先算tangent alpha-beta 就会是得到tangent alpha-tangent beta 除以一加tangent alpha乘tangent beta tangent alpha呢就是这个负 5除以12 都是正的 因为第三向线的tangent都是正 12分之5 减去8分之15 除以1加上12分之5乘上8分之15 然后呢你再看一下怎样的去 呃 月减啦 呃 减化啦 可能接触一下计算机 最后算到了这个负171分之140 之后 你只需要 取导数嘛 对不对 tangent的导数就是cort tangent 啊 取导数啊 就会得到负140分之171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就是 负140分之171 第二题 一个袋子里面有5个黄球 3个红球 7个白球 任意取3个球 没有放回去 请问只有黄球的概率是多少 也就是说第一例是黄球 是15分之5 第二例也是黄球是14分之4 因为5例少了一个4例 然后呢第三例就是13分之3 所以3例都是黄球的概率 乘完起来 你就会得到91分之2 你有另外一个做法呢 就是说他的15例选3例是他的样本空间 而3例都是黄球 就是5例黄球选了3例黄球 你也可以用这个做法 5c3除以15c3 你也是可以得到91分之2的 没有黄球 没有黄球的话呢 就是说我 我可以说我没有红球 没有红球 Zen呢做了刀扣法 他就想到说 我有2例红球 还有3例红球 2例红球 1例红球 把它扣掉 不过我 有没有想过啊 其实这样子做不是更加麻烦 因为我没有红球啊 就是说我是黄球跟白球里面 选嘛对不对 7加15呢总共有12例球 12例球里面任选3个就全部都不是红球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我如果用这个C的做法 你直接用12c3 这个12就是黄球加白球的12例 选3例任选3例 然后呢除以这个15c3呢就是他用样本空间 你直接就会倒到91分之44了 ok如果要三个不同的颜色的话 5c1 你这边就用回了这个C的做法了 5c1乘3c1乘7c1 再除以这个15c3 所以你其实是会用这个C的这个做法的 最后按计算机得到13分之3 ok很好 所以只是第二的这个我觉得我会略显这个做法有点复杂 对不对的这个做法啊 我提供的这个做法会比较容易一些 再来看第三题 一条直线 这两条直线交于A 他要你找A一点 所以这个呢我们只需要做连力就行了对吧 做连力 那Vari的做法呢是整理出Y 他就会得到Y等于3X加4除以2 这个的话呢就是2X-10 不是哦 应该是-2X加19再除以3 这两个相等交叉成 然后呢整理一下你就会算到X.2 X.2啊 Y呢就会找到5 所以A点是25啊 这个应该没有没什么Title分析 过后呢他就讲说我的B点是动点 我的A点是定点 还有圆点就是O 啊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出现O呢 这个其实就圆点 而圆点就是所谓的零零啦 OK 然后呢他就讲说BABBO是2比3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假设B的这个动点啊 它是叫XY B跟A的距离 就是X-2加上Y-5的平方开根号 这个就是AB的距离 然后呢BO的距离就是X-0就是X啦 X的平方加Y的平方 这是BO的距离 这个如果你不知道哪一个乘 要乘哪一个呢 你可以换成分数 OK BA除以BO等于2除以3 你交叉成呢你就会发现到BA要乘3 BO要乘2 所以这边是乘3这边乘2 这个你要注意的是 你展开的你两边取平方开 开掉根号的时候呢 这个3呢就会变9 给这个2就会变4 然后呢里面呢 你再进行完全平方展开 前平方减两个前称后加后平方 前平方减两个前称后加后平方 好然后呢这个2就会变4 9乘进去 就会得到9X平方 9Y平方 9是36 9乘10得到90 25加9等于29 29 29乘9 你就会得到261 然后呢 4再乘进去 再把这个4X平方 跟4Y平方减一减 就会得到5X平方加5Y平方 其余的再造超 这个长什么样子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圆形来的 不过他没有问啊对对 他只是要这个方程式而已 这个是叫做轨迹方程 这个轨迹方程是一个圆形 这个就是他要的 OK 好再来看第4题了 如果α跟β呢是这个方程的两个根 代表我们得到说两根字和α加β是等于4除以3 有写吗 没有写啦 不过呢应该是 应该寻例写一下了 我们寻例写一下 两根字和会等于-B除以A 也就是4除以3 两根字G就会等于C除以A 就是6除以3得到2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他要找这个的时候啊 我们进行通分 就会得到两个α加β 除以α乘β α加β我们就带这个3分之4进来 α乘β我们就带这个2进去 这个2跟2月掉呢 所以只剩下这个3分之4了 α-β的完全平方呢 你展开啊他就会得到千平方 减两个前辰后加后平方 但是α乘β乘β呢 我们放2进去3分之4的平方得到9分之16 4乘2等于8 9分之16-8 你按计算期 你就会得到-9分之56了 OK 大致上是这样子啊 没问题 这题没错 如果他撇一撇就代表微分的意思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啊 fx fx等于lon4x平方-3x 我们进行微分 怎样微分呢 微分一阶 就会得到lon里面的东西放在分母对吧 然后呢 微分里面 微分里面呢 就是428x-3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阶的微分 这是A的答案 B呢 还要二阶微分啊 所以我们首先二阶微分先看一下 二阶微分呢 我们就会得到分母取平方 对 分母取平方 保留分母 为分分子得到8 减去保留分子 为分分母得到 8x-3 也就是说这个8x-3呢 要取平方 是不是这样讲 OK 你可以整理 你可以不整理 看这样你要不要整理 我觉得整整理一下 8乘进去 4832x平方 减去324x 减去864x平方 减减变加 两个前程后 3266848x 下一变成减啊 上上得到9 OK OK 分母造超 4x平方 减3x 平方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整理出三项来 32-64呢 得到-32x平方 48-24呢 得到加24x 再减9 OK 再造超 下一步呢 下一步呢 基本上呢 它是要你放1进来 对吗 如果我们f'放1进去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32加24-9 除以分母呢 就会得到4-3 的完全平方 基本上这个是1 所以我们只需要做-32加24-9 你就会算到是-17了 应该是-17了 这个应该是-8-9-17 分母是1 1的平方 基本上不用理他 OK 大概是这样子 再来看第6题了 一家9口 有公公婆婆 有爸爸妈妈 以及5个孩子 到餐馆吃饭 这个问题 这一题不是这么的好 为什么 他没有讲这个是什么样的餐馆 到底是不是做圆座 对啊 这一题不好 是他其实没有讲清楚 他应该是要圆座 你又没有讲清楚 对吧 写一个圆座有这么辛苦吗 而且你看了 餐馆 你不能讲餐馆就一定是圆座 有些餐馆是长条型的 对不对 长方长方型的座位呢 又不一样了吧 所以呢 这题我说到不是很好 他应该是要圆座 OK 我们假设他是圆座 他讲说公公婆婆爸爸妈妈 都不能相邻而坐 那这一题就跟之前不一样 之前是讲公公婆婆要坐在一起 爸爸妈妈要坐在一起 然后呢 呃 五个孩子 又可以随便说啊 大概是这样子 呃 但是这个不同 这个是讲说公公婆婆爸爸妈妈 都不能相邻而坐 那我们的唯有的就是说 我们先把这四个 四个人坐上去 也就是 哎 一二三四 哎 哎 有两 哦 sorry 原本 OK 原本我的想法是穿插法 我先把这四个人坐上去 然后 但是这四个人坐上去了之后 那个孩子 好像不太对 所以因为这几个人不能相邻而坐 你先要排那五个孩子嘛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五简一的 Factoria 啊 这五个孩子坐上去了之后 他们就会有 一二三四五 五个间隙 五个间隙呢 你们选四个 给这四个人坐 坐上去 然后呢 你按计算机 你就会算到呢 总共有两千八百八十个 做法 OK 所以这题呢 我略显他没有讲到他是原座了 OK 然后做法应该是五个孩子先坐上去 然后呢 这个我们叫做穿插法 其余的四个人坐在这五个空间隙那边就行了 再来B B的题目 在一个生产线中 5%的产品属于二等的 然后呢 我们任选15件里面 只有两件的产品是二等的概率 所以这个情况呢 我们是要用那个Binomial的一个做法 对 它是这样子的 15C2 准准两个产品的话 我们就是两个产品 0.05 是二等频 其余的就是0.95 是13四方 OK 所以这个呢 你按计算机的话 你就会算到呢 大概是0.135 不是这个做法 不是这个做法 这个做法是什么呢 15分之13 乘95% 然后 还有两个是二等呢 没有解到 所以你这个要讲 这个很清楚的 有两个是二等的 有13个是一等的 当然就是不是二等 就是一等 应该是 13个是一等 然后呢 因为你15个它可以任意的排列 我们就要放这个15C2在那边 这个我们叫做Binomial distribution 大概是这样子 再来看C的这个 C的这个就很简单了 A除以3.4 乘以100等于125 你就算到A4等于4.25 OK 5.6除以B乘以100等于112 移位一下 你就算到B4等于5 6.6除以4.8乘以100 就算到C C就算到137 7.5 最后综合指数呢 就是这两个相乘 这两个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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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再加起来 全数加起来等于20 所以呢 这个我看一下 2509正确 2509除以20等于125.45 非常好 OK 没有问题啊 大概是这样子了 好 好 再来看第七题 用综合处法来做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啊 四次方你的计算机按不到的 然后呢 我们一般上我们是要用猜的 怎么猜呢 那你就要按计算机 2alpha x的四次方 减3alpha x的立方 alpha x alpha x的立方 再减去12alpha x的平方 再加上7个alpha x 再加上6 好 所以你calculate一下 你可以猜6的因数 就是1啊 正1负1 正2负2 正3负3 大概是这样子 你try1都可以 OK 你好像是用3 好 我try3一下 3也是等于0 所以3跟1 然后呢 再负2 所以这个因子分解呢 你得到的是 为什么2有在后面 因为你的1分之1 你没有除啊 因为你有这个2 这个2其实 因为你除以1分之1的时候啊 你应该是2x加1的 所以你这个沉进去就是 基本上是2x加1 所以anyway 最后呢 你会因子分解得到 x-1 x-2 还有x-3 还有2x加1 你要最后 你最后你还要写它的解啊 对不对 你最后你还是要写一个 就是x-1 或者3 或者-2 还有-2分之1 好 这4个解你要写出来 OK 都OK了啦 大概已经是得到答案了啦 就只是你最后你还要写那个答案出来 再来我们用克兰5呢 你就会算到这个三角形呢 会87 三角形 三角形x呢 会得到也是87 三角形y呢 就会算到-87 三角形z呢 就会算到174 所以你的x呢 就是87除以87得到1 y呢 y呢就是负87 除以87得到负1 z呢 就会算到2 也是正确的 非常好 克兰人 再来c的这一题呢 a加b是 你可以设a加b是5k 你设5好像有点怪 你放5k就比较好 然后呢 a加c是6k b加c是7k OK 我的建议怎样呢 你直接三个加起来 你就会得到两个a 两个b两个c 对吧 5加6加7呢 你就会得到18 也就是说 你再除以2呢 你就会得到a加b加c呢 就会是等于9k 所以你看啊 那a加b加c等于9k 你减掉a加b等于5k的话 你就会算到c是4k 4k 然后呢 啊 a加b加c等于9k 减去这个b加c等于7k的话 a就会等于2k 还有呢 a加b加c等于9k 另外一个是a加c是6k 这样b应该是3k咯 这个是3k OK 然后呢你就会得到他呢 这个比例就会是2比3比4 A 3a比3b比3c 就会是2比3比4 OK 就这样子了 啊 这个略想出错在于你没有写k 哈 就不是那么的好 因为他长度毕竟不是真的准准是5 他是5乘上一个k 某个倍数 5的倍数这样子 6的倍数 7的倍数 所以你标准来讲还是要放那个k在那边 虽然你讲说好像不影响你的答案 对吧 但是呢 老师会觉得说 你好像 好像是很理解 OK 他可能会扣一些分数 这样子 虽然2 哇 这里2分不了 2分做这么多东西 我觉得他可能没有这样这么严厉啦 可能还是会有给你分数的 不过我们还是小心为上 OK再来看第8题A 求一个三次函数fx 代表说这个fx呢 他最高次方是x的三次方 对不对 OK 但是呢 他先给了你两个东西 是f-2等于0 还有f3等于0 这个呢 我们通过于是定 因式定理呢 等于0的这些代表他一定是他因式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设fx呢 等于 好 x下2 因为x-2 会等于0的话 x下2是他因式 3会等于0的话呢 就是x-3 会是因式 那既然他是三次方 他应该还有多一项 这个项呢 你就要设成ax下b了 啊 就是fx呢 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他的a跟b怎么找 你就再带这两个 OK 再带这两个 我们带 -1的时候 它会是4 OK 我带-1的时候 -1加2等于1 -1-3等于-4 然后呢 里面这里呢 就会得到-a加b 所以也就是说 我的-a加b呢 就会等于4 除以-4 得到-1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方针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方针 再来我们带这个-20 啊 ok 带-20 我的x下带2 2加2 就会等于4 2-3 就会等于-1 我就写成-4 2放进去呢 就会得到2a加b 好 -4 -20 所以-4 你就会得到2a加b 就会等于5了 对 这个是第二个方针 那我们怎样做呢 就是 2-1嘛 对 2-1呢 他就会得到2a-a -a 就是3a b就会消掉 5-1 就是5加1 等于6 所以我们想到a呢 就会等于2了 a等于2了之后呢 b是多少 -2 拉过去 变加2 2-1 就会得到1 b就会是等于1 你带1也可以 带2也可以了 所以最后呢 你的fx是多少 你的fx呢 这个就会带回进去 2x-1 但是他没有要你找fx 他讲说fx 除以x-1的时候的余数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要找fe 对吧 我们找fe fe嘛 我们带进去 1加2等于3 1-3等于-2 1乘2等于2 2加1是等于3 再乘3 3-3得9 9-2-18 最后呢 就会得到-18 ok 所以这几 除以x-1的时候 他的余数呢 就会是-18 再来看一下这个解不等式 Zen的做法 对吗 一看就错了 为什么 注意哈 不等式我们不能把分母乘过去 因为你的分母有位置数 你的位置数到底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没有不晓得 对吧 所以这题啊 一定要把1拉过来做减法 1拉过来做减法 然后呢我们再进行通分 然后呢就才可以找到 由于位置的关系 我拉一下给你看一下我的做 我已经做了 ok 所以呢把它拉过来做减法 减1 进行通分 我们就会得到x平方加x-6 减去x平方加5x 再减6 x平方-x平方去掉 x加5x得到6x -6-6得到-12 分母呢都是照照的 分子呢我们抽6出来 他就会得到6x-2 分母的话呢我们因次分解 你就会得到x-3 再乘x-2 这个x-2呢我们就可以越掉了 对不对 x-2就可以越掉 我的x呢要得到 我整个要得到正的话 我的x要叫大于3 ok 所以这题呢就要找到大于3 我忘记了一个东西呢 就是分母不能等于0 所以他的x呢也不可以等于2 当然大于3不会等于2 对不对 大于3都没有 2都不在这个大于3这边 所以我们只需要写x大于3就可以了 你的答案呢 你看你的答案就不是很对了 是吧 你看不对了 你是大于2 我们做到大于3 我们做到大于3 所以你看它是不一样的 alright 再来看c的部分 abc 他的a是12 b是13 c是15 cos a 是多少呢 cos a呢我们就可以用13的平方 加15的平方 减12的平方 除以2除以13 除以15 啊 就会找到cos a cos a呢 cos a呢就算到39分之25 他其实没有叫你找a出来 其实是叫你找cos a出来罢了 cos a cos a呢 你390拿过去除嘛 对不对 0的0跃掉嘛 所以你只要写39分之25就可以 ok 至于你讲说那面积要怎样找呢 面积的确是要找sign 啊 因为他讲有有效数字两个小数 所以你找他的角度 再带回进去这一边 啊 二分之一 a c bc sign a 按计算机得到74.83 这个呢也是 啊这个可以 这个正确 当然我做的话呢 我会更加准确一点啦 因为我们找到了cos a 我可以用画三角形的方法来找sign a 然后呢 那个sign a会更加准确 找到sign a 如果你是用 呃 画三角形 再用b式定理的做法 你就会找到sign a 是等于8 跟号14 除以39 ok 所以呢 你这个按计 如果你是 呃 我们讲说跟4的话 这个会算到20 跟号14 那这里他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啦 他只是两个准确是两位小数 所以你是 你按计算机找到74.83呢 也是可以啊 算是正确的 ok 再来看第九题了 第九题 画简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不竞跟 前面的跟号前面这里一定要是2 所以我们他就把6呢 乘进去 就变成36 所以36乘15 那问题是36乘15 要怎样拆变成42呢 呃 他是27加20 这个呢 可以是27乘20 所以最后拆成跟号27 减去跟号 呃跟号20 这个呢 初步是对的啦 为什么要讲初步呢 因为你的27可以再拆 23 27是9乘3 9可以拆出来变3 所以是3跟号3 你必须要这样子行 还有20也是一样啊 20是4乘5 4可以开出来变2 所以是2跟号5 所以你没有画简成这个的话 他可能会扣一些分数啦 我不知道一分还是半分 这样子 ok 就要注意一下啦 虽然你是这个 已经是差不多是对的了 再来看这一题啊 2的x字方 等于3的y字方 等于6 啊 x分之1加y分之1 又会是多少 ok 这一题有少许的复杂 这一题啊 有 我看一下啊 好像不对 ok 他有几个做法 第一个做法是x的 你应该看到x分之1嘛 对不对 这样我们拉过去咯 就会变成6的x分之1字方 等于2 好 然后呢 3的y字方 他也是y分之1 那我们可以拉过去 就会变成6的y分之1字方 既然他要加法 我们就做乘法了 3乘2得到6 这个做乘法的话呢 他就会变成指数相加 那你就会可以看到呢 底数一样 这里其实就是隐藏了一个指数为1 所以你就会得到x分之1加y分之1呢 就会等于1 好 这几答案是1 ok 我觉得这个做法ok了 应该也蛮容易理解的 ok 再来看c的这个的话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边 他其实93的平方 跟号3其实是1分之1字方 这个数目呢 可以拉前来 好 变成乘法 这个数目呢 可以拉前去变成乘法 也就是说 他是存在他的分 这样的意思 所以就会得到log3 3 这一边你就会去掉 相等于1分之1 ok 所以右边这个呢 其实是1分之1来的 再来呢 我们只要把16 拉过去 你就会得到log log2 5x-4 就会等于16的4分之1次方 16本身就是2的4次方 所以这个呢 就会算到是等于2 过后呢 等于2了之后呢 2的2次方 就会等于5x-4 2的2次方就会等于4 所以把4拉过去呢 你就会得到4加4等于8 我们的x呢 就可以算到 x等于8除以5了 ok 没问题啊 就这样 再来看第10题 这一题其实他写错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对 second后面一定要有一个角度 对啊 这个其实是secondx OK 指配呢 我看一下他的做法 他从left hand side 然后左式开始 那左式你要怎样整理 很巧妙的是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看得出来 分子跟分母同乘1-sinx 你的分子就会得到1-sinx的完全平方 分母呢 就会得到前加后乘前减后 得到1-sin平方x 1-sin平方x得到cos平方x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1-sinx 因为有两次我就分成前后放两次 cos平方也是两次 他就前后放两次 或者你也可以这样子来看 反正平方平方你就把它整个平方 然后呢这个去掉 对吧 这样子写会比较好吧 所以你就instell 你放两次 你不如整个取平方 所以你这个呢 cos分开除 你就会得到1-sinx 然后呢整个再举平方 最后呢1-cos等于second 3-cos呢就会等于dng 所以就会得到secondx 减去dngx的平方 所以这边的确是露了这个x了 左四做右四呢 尤其是这一步呢 谁可以想得出来啊 ok 所以我老是跟大家讲 我这做的事从优势做起 优势做起 优势做起你就 没有这么难 就是这一步无中生有的这一步呢 比较没有 比较融 比较不会 这这一步真的是 不太多人都可以想得出来 ok好大概是这样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b啦 cosc 加根号 3-sinc等于rcosc-alpha 所以你展开 他就会得到rcosc-cos cos-sin 这一边其实我觉得它有点bug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角度 一般我们alpha的角度会选 地向线的 r选正的 好 所以你就会算到这个是等于2 这个是等于60度 我也是算到这个 但如果你讲说 没有关系的吧 我的rcosc-alpha是等于1 rsin-alpha是等于 根号3 我一样的这个除以这个得到tan-alpha等于 根号3 他反正就是正的吗 我第三项线也是正的 然后这个180到270也是正的吗 这样我可以选那个 240的这个角度 那180加60等于240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的c打放240的话 你这个cosc打会得到负 这样我的r是不是要取负 你又给我r是正的吗 这样我怎么可以得到正义 所以它其实有点冲突的 你要嘛你的r选负 这个选第三项线 要嘛你就r选正 这个就要第一项线 所以我觉得这题不是这么的好 因为它这个条件 跟反了我们原本的 跟我们原本的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会修改这个条件 这个有点不太合理了 它应该是放第一项线的 我们不管它 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继续做 这个东西 我们换成r的format 它就会变成r r 这个r 这个r怎样得来 它其实是这个平方 这样这个平方 再除以r 就是它是正2 所以你换成r的那个format 它就是 rcosc -960 这样子 它最大值呢 因为cos的最大值是1 到负1 所以它再乘2 这样它最大值就会是2 这个基本上就蛮容易判断的 直接选r就可以了 过后呢 它如果等于2的话 这个等于2的话 要怎样减 你把2拿过去除cosc-60度 就会等于1 cos要等于1呢 基本上就是0度而已 还有一 180度跟-180度 好像都是-1 所以这边呢 我们唯有就要选说c c-60度 等于 0 0度 所以c就是60度 ok 大值三线这样子 再来看第11题 以知一个函数 fx等于x立方加3x平方-9x加11 求它注点 所以我们注点的话呢 就是维分 一阶维分得到3x平方加6x-9等于0 除以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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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选 x下3x选1 x等于1或者是-3 你带x等于1进去 这一边 你会算到 不好意思 翻下一 你算到f带1的话 你会算到6 然后呢 你再带2截 你会算到这个是positive 所以它是极小值 所以这个是极小值点 这个是极大值点 3-3带进去呢 你就会算到38 所以是-338 这个是极大值点 好 没有问题 b没有错是吗 b 我们来看一下b 他讲说 我某个公司他要做一个 职员柱的杯 没有盖的 这样没有盖的话呢 我应该是要侧面跟底面罢了 所以这个面跟侧面就够了 ok 所以呢 它的材料只是看它的 側面面积加底面面积 但是它的体积 体积是1078 固定了 ok 所以1078呢 它怎么得到 它是πr平方h得来的 对不对 然后呢你的π呢 放7分之22 ok 你按计算机1078 乘以7除以22 你就会算到343 343 等于r平方h 接下来我们的材料呢 就是它的面积啦 它面积是πr平方 底面 再加侧面面积2πr h ok 然后呢我们就要把7 我们不能有两个位置住 你就现在有了r还有一个h h 所以我们如果要把h去掉的话 h把它变成343除以r平方 你就会得到πr平方 加2πr 再乘上343除以r平方 那我们就会算到 5就会算到πr平方 加上686π 除以r 那我们要找 极小值 就是那个极限值吧 所以我们去找da by dr 你就会得到2πr 这个当做是-1次方拉下来 就是-686π 除以r平方了 这个等于0的话 你拉过去 除以π月掉 2月掉343出回来的 r乘过去 就会得到r3次方等于343 r开立方根的话呢 你就会算到这个其实是7来的 r算到了7 7的平方 343除以7的平方 你又会算到h等于7 所以在这个情形呢 它的高是7 它的这个半径呢 也是7 你就会算到一个最理想的情形 当然这种情形 你就会讲说 老师你没有做二阶为分 然后呢带进去 算它是几小时还是几大值 一般我们不做了 因为你会看到呢 你找到最后你的r只有一个值 我们相信这个r应该就是一个最 就是材料最小的情形 应该不会是材料最多的情况 ok 最后一题 我们看一下第12题 求积分 这种两个平方的情形 sine平方cos平方 怎么做 怎么做 有点怪怪的 什么怪怪的感觉 我有点奇怪 cos2x加sine平方x怎么来呢 有点奇怪 首先 我的cos平方 你如果要换成cos2x的话 它是用cos2x等于2cos平方x-1 所以变成cos平方 就会变成1加cos2x-2 你要吗 就变成1加cos2x-2 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 再不然你cos平方可以把它变成1-3平方 所以没有这个 反正就是没有这个情形的 这个有点怪怪的 但是呢正确的做法呢 我们 我做这题的话 我的做法是怎样呢 我很懒惰写 我就拿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的做法是这样 因为我们知道2-3cos等于 2倍角 sine2x 所以它平方的话 我就乘4给它 乘4除以4 我就会变成sine2x 变成两个sine2x 所以是sine平方2x sine平方2x 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 那个1-cos 2倍角除以2的情形 当然这个1-4跟2呢 就乘起来就变1-8 所以变成2倍角 2x的2倍角就变4x了 所以最后呢 你就会得到1-8分之1 减去8分之cos4x 计分之后得到1-8分之1x 再减掉去 1-8分之1再除以4 就会得到4-8-32 3分之1 sine4x cos就变成sine 然后呢 没有负的 所以它负保留回 最后再加C 好 所以这个才是 它的那个正确的 气氛过后的答案 诶 这个有点乖乖 有点乖乖 All right 没有问题啊 好 再来看B的 B的这个呢 不难 为什么 因为前面这个呢 从5-K的 GX的积分 它已经给的是6 也就是说这个呢 就会得到6 加上2 4 诶 为什么这个是有E的 这个是C的吧 好像没有做到B的 这个是C的 我们做下B的啊 B的话呢 前面呢 已经知道是6了 后面的话呢 应该积分之后 会得到2x 然后呢 我们再带这个K跟5进去 最终呢 要等于14 对不对 这个6拉过去减 K进来 就会得到2K 这个5带进去的时候 是减吧 520 减10 这个6拉过去减 14 减6 就会等于8 这个减10 拉过去变加10 等于18了 2K等于18 K就会等于9了 好 所以这个K 反而不难算 对吧 K反而不难算 再来看一下C的这个 他这一边的图 他讲说 这个曲线 是1的x四方减1 这个直线 是x等于2 还有呢 跟x手围成的 这个面积 他除了找面积以外 他还要找旋转体的体积 所以还有两个答案 所以先找面积 奇怪 这个面积也是奇怪 为什么用2减去这个呢 你不是从0 计分到2就可以了吗 计分这个就行了 搞不懂 所以应该面积的做法 应该是0到2 计分1x-1 px ok 然后呢 这个积分之后保留回1x 这个积分之后 会得到x 然后呢 再带2跟0进去 然后呢 我们就会得到12-2 再记得0要带进去啊 因为1的0四方是等于1 所以就会变成-1 加0 所以最后是1的平方-3 1的平方-3 你再按一下计算机哈 怎么按啊 我们来看一下 1在这边 shift long 得到1 直接写2就好了 它automatic 会把这个2 当做是4 再减去3 你就会得到 两位小数位 两位小数位得到4.89 4.39 4.39 给它准确至两位小数 这个是它面积 它的体积的话呢 就是π1 这一个的平方 对吧 也是做0到2dx 这个是旋转体的 所以这个先展开 就会得到前平方 减两个前称后 再加后平方是加1 OK 计分0到2 然后呢 乘上π 1x 这个计分 这个π先保留 π先保留 这个计分保留为2x 但是它要除以2 这个呢 是保留1x 这个呢 又多一个x出来 然后呢 再带2跟0 好 所以呢 带2的话 我们就会有14除以2 2 1 2 加2 这个呢 是减2分之1 这个呢 就变成加2 再减0 0就不用写 所以整个呢 你再按计算 你在2加2等于4 4再减2分之1的话 4再减2分之1 你就会得到2分之7 所以你在按计算机按什么呢 你按π乘上14除以2 减212加上2分之7 最后你的π 因为它这边π上面有给说要用3.142 好 所以如果我们用3.142呢 按点它 虽然跑不远啦 最后我算到答案是50.34 OK 大概应该是这样 因为3.12 它有特别给这个 一般来讲我们是直接按π 对不对 反正计算机都有一个π 好 好 1 我看一下有差多少 除2 再减2 乘 12 再加上7 除以12 按计算机 你 差最后小数位咯 好 你用这个π的话就会得到.33 你用这个我们换一下几率 后面乘 后面乘3.142 你就变成7 近位得到4 所以差一个小 差 差0.01罢了 大概是这样